宗门大笔之上 万人民小师妹得意洋洋的拿着师尊赠予的本命剑 将我打成重伤 我躺在擂台上 望着她那张洋溢着胜利喜悦的脸庞 心中却充满了不甘 师姐 这场比试 你要输了哦 她轻笑着 眼神中满是挑衅 我颤巍巍的吐出一口鲜血 尊严在地上被摩擦的粉碎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就这样认输 于是我从储物界中掏出了那把AK47 黑77的钢管展现在众人面前 一时间 宗门弟子们纷纷哄笑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夜师姐怕不是修为受损魔症了 竟拿出一块肺铜烂铁来 这是从哪里时来的一块铁疙瘩 还妄想用来当法器灵物用 万人民小师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故作难为情地说道 师姐 您今日若是认输让出灵芝 那我便手下留情 否则 师妹手中的剑 伤到大师姐可就不好了 我抹了把嘴角溢出的血丝 摸了摸AK47冰凉的枪身 然后 在石海里大吼一声 系统 你滚出来 给我个解释 石海里传来系统哗啦啦翻书的声音 半想后才苦着脸道 宿主 咱们传送错世界了 反正都是做任务 在哪个世界也一样 我七尘丹田怒喝一句 怎么可能一样 我明明拿的是星际剧本 在传送到这个世界之前 系统信誓旦旦的告诉我 接下来要与我一起去星际未免 而我的任务 就是在这个星际世界活到大结局 为了能在枪林弹雨的星际世界活下去 我把做任务以来 所有的积分都兑换成了星际常用的武器 飞行器 粒子枪 营养液和激光射线炮等音音俱全 诺大的仓库里 鼓鼓囊囊塞满了各类武器 就连角落 还挤着几枚白胖的原子弹 核弹 氢弹 以及催泪瓦斯 这堆万事俱备的物资准备好后 不靠谱的系统 竟然将我带到了修真界 一个用灵力就能修炼的地方 还要什么原子弹 白瞎了我所有的积分 系统试图唤醒我的良知 武器嘛 也没规定不能用在修真界 反正咱们拿的是炮灰剧本 坚持到剧情结束 任务就算完成 我抗议道 凭什么让我当炮灰 干脆一个核弹将宗门一位平地算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 谁也别想赌火 系统解释道 宿主 你灵根受损修为在南京进 而你的师妹拿的是团宠万人迷剧本 自然是要踩着你成为所有人心中的诛杀制 但你放心 只要你坚持到剧情结束 任务就算完成 我冷笑一声 上一个世界 我还扛着机枪与丧尸厮杀 鲜血喷了我一脸 一颗心硬的像丧尸脑袋里的惊合 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乖乖当一块填宠纹里的踏脚石 我松了松拿着AK-47的手指 眉头舒展 系统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决心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宿主 你想通吗 我端起AK-47 狠狠地冲着万人迷小师妹的方向 连开三枪 我大开杀戒 照样不耽误我活到大结局 我倒要看看 是这群铸鸡废物厉害 还是我仓库里的12颗原子弹厉害 这柄枪是我仓库中最古老的武器 在星际卫面或许不够看 但在修真界 它却是足以改变战局的神器 扣动扳机时 震耳欲聋的枪声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鸟雀四散而逃 苏沁沁 那个万人迷小师妹 还未完全反应过来 左臂就已经被子弹击穿 鲜血喷涌如注 他身上那件被师尊赠予的护甲衣 在如此高频率的子弹面前 竟然完全失去了作用 只留下一个烧焦的小洞 他先是愣了片刻 反应过来后才痛苦地呻吟一声 看着胳膊瘫软在地 痛得直冒冷汗 那原本娇媚的脸庞此刻 布满了痛苦与惊恐 与平日里的万人迷形象盼若两人 擂台下 一只装死的大师兄骤然飞身上前 轻柔地将苏沁沁半搂在怀里 一边心疼地查看他的伤口 一边回头冲我吼道 叶青青 你居然拿暗器伤人 还不快跪下给小师妹道歉 金丹大佬的威压铺天盖地冲我袭来 让我忍不住膝盖打弯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全身骨骼在咯咯作响 似乎坚持不住这么大的压力 要生生断裂 我咬紧牙关 从牙缝中挤出句话来 师妹输了便是我拿暗器伤人 若我赢了 那岂不是小师妹拿暗器伤我 敏冤脸上对我的嫌恶欲发明显 他怒吼道 叶青青 就凭你这点修为 能打得过谁 小师妹不过是想要你手中的玉灵芝而已 你却百般推托 一点当师姐的风度都没有 他嘴里说的玉灵芝 是我千辛万苦 从苦寒之地寻回来的灵药 九死一生 几次差点命丧妖兽之口 终于将这灵药带回宗门 以治疗我受损的灵根 可没想到刚回宗门 小师妹得知我带回来玉灵芝 便张嘴缠着师尊讨要 而他 仅仅是想拿玉灵芝来巩固修为而已 我自然是不愿意 按照宗门规矩 若是不愿 可却擂台鄙视一番 赢了的人有资格拿走败者身上的灵物 然而 师尊生怕万人民小师妹有任何闪失 不惜将自己的本命剑赠出 帮助小师妹从我这里讨到玉灵芝 就连今日的鄙视 宗门上下所有弟子 也都暗地里指责我为人小气 区区一株灵芝而已 竟不舍得给自己的同门师妹 我盯着鸣渊的眼睛 一字一句清晰道 大师兄莫不是忘记了 我的灵根 是为了掩护你与师弟师妹们逃走 被妖兽所伤 半月前在秘境 小师妹不小心引来了妖兽 众人不敌 眼看大家都要葬身在妖兽腹中 为了能让同门活下去 只有助机修为的我 自告奋勇地引开了妖兽 妖兽足足追杀我一天一夜 却未见有任何人前来相救 最后关头 我拼着与妖兽同归于尽的心 侥幸从他手中活了下来 丹田却被妖兽的毒液侵染 损伤了灵根 明月脸上有一瞬间的愣症 但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的厌恶更上一层 叶青青 明明是你修为不惊 难不成还想将灵根受损 这笔仗记到同门师兄妹身上 当初那群死里逃生的同门师弟们 纷纷开口诛讨 就是明明是你修为低 连妖兽都杀不死 还要赖到我们头上 还是小师妹好 再逃回宗门的路上 一直鼓励我们不要紧张 我跪在原地 冰冷一笑 不愧是万人迷小师妹 明明是我拼命引开了妖兽 在师弟们的眼里 他们能转位为安的最大依仗 竟然是引出妖兽的小师妹 许是我的笑 让明渊极其恼目 她厌恶地冲我一挥手 一道灵力自指间迸射而出 狠力地击向我的胸口 金丹威压还将我进在原地 浑身动弹不得 然而 就在那灵力即将击中我的瞬间 一道字符代码凭空出现 将灵力拦下 然后反弹了回去 明渊脸上的弦雾 还未来得及变成惊恐 便被自己反弹的灵力 给打出十几张开外 怀里抱着的苏庆庆 也跟着一起糟了秧 白白飞出去一糟 在地上滚了三五个圈才停下 威压在一瞬间消失无踪 我轻轻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 慢慢起身 随后 我若无其事地 将众人未曾察觉到的 激光粒子屏障收回 这是星际未面最常用的护身瓶 其功能与修真界的金钟罩相似 然而 金钟罩若想修炼到 刀枪不入的程度 至少需要百年的时光 而我的激光粒子屏障 仓库里备有八十个 每个的使用寿命都极长 明渊伤得不轻 更重要的是 他根本没有看清 我是如何出手的 他捂着胸口 猛烈地喘息着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叶青青 你究竟用什么暗器 我一摊手 无辜地笑道 大师兄 明明是你修为不行 怎么还愿我用暗器呢 有时间还是多提升下修为吧 废物戏狗 话音刚落 周围一片死寂 明渊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便已迈入金丹期 成为宗门上下 人人称赞的天之骄子 而我 一个零根受损的助击期废物 今天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打败 我站在擂台之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明渊那张不可置信的脸 不耐烦地说道 大师兄 愿赌服输 今日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必须要拿出一件灵物来抵偿 明渊被吓了一跳 高声惊呼道 我没有与你打赌 我无视他的惊恐 伸手夺过他的本命剑 好心给他解释 宗门有规定 上台者便是替一方打泪 你方才上台与我动手 便是为了苏沁沁打泪 现在你输了 自然赌注你来出 一句话赌得明渊哑口无言 他想说句 不是为了苏沁沁上台 可怀里苏沁沁委屈难受的样子 让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本命剑在我手中把玩 明渊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盯着我被抛来抛去的宝剑 愣然道 说了半天 你不就是想讨要我的本命剑 好赌无私人吗 就算你将剑是若珍宝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喜欢的是体贴温柔的姑娘 而不是你这种心思恶毒的女子 叶青青 你再怎么像狗皮膏药似的 追在我身后 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我疑惑的抬眸看着她 问道 你这种症状 多久了 没找个医休瞧瞧病 拿下巴看人的明渊 完全没反应过来这话是何意 本能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笑了笑 没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说 意思就是 话音未落 一柄灵力充沛的上瓶宝剑 在我手中断成竖节 只剩下一块块废铁从手中掉落 与地面接触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与此同时 我悄悄收起了手里的粒子枪 不过是一柄金丹修饰的废剑而已 粒子枪轻而易举的 就能把宝剑碎成八半 明渊脸上肉眼可见的苍白下来 挣扎着捧起沾满泥土的断剑 不可置信地哀嚎道 我的本命剑 这可是我爹耗费无数天才地宝 为我打造的宝剑啊 我嫌弃地看了眼地上的碎块 淡淡道 我确实堵无私人 麻烦大师兄日后能像此剑一样断成竖节 好一节我的相思意 回到偏僻住所后 我从储物界中掏出玉灵汁慢慢练化 金色灵力顺着咽喉下冲 丹田灵根处传来一阵阵暖意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破碎的灵根在缓缓生长 石海里的系统忽上忽下 像是在跳舞 宿主 咱们拿的是炮灰剧本 你这样 我还怎么完成任务啊 我不慌不忙地吸收着灵气 问道 任务要求是什么 完成炮灰一生的使命 苟到大结局 死后众人幡然悔悟 平日对你太过苛刻 你顺理成章 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疤 我缓缓吐息 咽下最后一丝欲灵支的灵气 然后微微一笑 让人幡然悔悟的方式有很多 我多砍他们几刀 他们身上的伤疤越多 悔悟的就更快更彻底 系统摸了摸不存在的鸡皮疙瘩 生腾起不响的预感 门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叶青青 你这个毒妇 给老子滚出来 我干脆利落地从仓库摸出个手榴弹 拉开引线 在系统惊恐的眼神中 我毫不犹豫地朝来人方向丢了出去 一阵地动山摇后 门外半响无声 好半天才又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狗吠 叶青青 你竟然使诈 我推门而出 望向来人 皮笑若不笑道 原来是二师弟呀 不知道二师弟光临寒舍 有何贵干呢 许青竹拍了拍身上烘满的泥土 抹了把脸上的沙尘 顶着鸡窝头 再一次跳脚大喊 叶青青 你这个废物 平时看小师妹不顺眼就罢了 竟然连大师兄都不放过 许青竹一脸义愤填膺 身为团宠小师妹的头号迷地 他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 处处替小师妹打抱不平 恨不得将世间一切都捧来献给小师妹 我疑惑地问道 我这种废物都能打伤大师兄 那大师兄岂不是更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许青竹一噎 声音被堵回了嗓子里 吱吱吱吱半天没憋出一句话 片刻后恶狠狠道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大师姐 处处针对为人柔弱和善的小师妹 他刚想开口吸数我的种种罪过 临到嘴边 却发现我好像并没有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甚至于 我还是一个为了宗门牺牲自己的人 小道拿灵丹赠给师弟们 大道以身涉险只为救下同门 一瞬间的迷茫并没有让许青竹顿悟 他仍旧一副是我为毒物的模样 多说一句都倍感恶心 脸上重新挂上得意笑容 仿佛笃笃定了我今天没有好果子吃 他哼笑道 师尊让我请你去戒律堂 恕罪并罚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今日怎么从师尊手里逃过责法 我又看了眼仓库里琳琅满目的武器 虽然还没试过星际武器与修真戒修为的对比 但是打一个修为只有原因期的废物师尊 恐怕是绰绰有余 我转身遇见去了戒律堂 刚一进门 威压便逼迫我跪下 师尊那冰冷如霜的声音自头顶响起 叶青青 蓄意打伤同门 你可知罪 我咬牙顶住威压 一边在仓库里挑选待会该用什么武器出手 一边怒悔 弟子不知 还请师尊明氏 明渊扶着哭红眼眶的小师妹站在一旁 苏沁沁的手臂已经包扎完毕 里面的子弹早已穿透皮肉 不知所踪 只留下几个骇人的孔洞 她自入门以来 从未受过这么重的伤 胳膊里的筋脉被打断了大半 哪怕伤好了 有无法灵活自如的零件 我仓库里的营养液专门治疗这种枪伤 但怎么可能拿出来给他用呢 一旁的明渊早已按纳不住 跪倒在地叩首 师尊 弟子曾与叶青青有过婚约 但他为人恶毒 实在不是弟子的良配 今日弟子愿请师尊做主退掉婚约 自此我们二人再无任何关系 说完 他极为嫌恶的眼神扫过我的面旁 我震惊地听完这句话 诧异扭头望向明渊 你方才说 你要退掉我们的婚约 在听到我这句颤抖的话语后 明渊眼里的得意更甚 他脸上的骄傲与字幅重新挂满 简直就像是个高高在上的神明 低头俯瞰我这卑微的小小蝼蚁 那不过是年少不更事 爹娘瞎点鸳鸯谱罢了 明渊冷冷地说道 叶青青 你就是在围着我打转 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说完 他含情默默地望向小师妹 我愈发震惊 颤抖着手指向明渊 你的意思是说 我居然跟你有婚约 我居然跟你这种三十岁 才修到金丹的废物有婚约 明渊浑身一僵 脸色铁青 却无言以对 许青竹率先反应过来 恶狠狠插嘴道 你这样的恶毒的女人 怎么可能比得过小师妹 大师兄看不上你实属正常 我抚了抚胸口 后怕道 这种手下败将的废物 白送给我都不稀罕 如今他自己自残行贿提出退婚 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省得拖累我日后漫长的修炼之徒 大殿一片诡异静谜 谁都知道 明渊是天之骄子 人人都渴望巴结的存在 苏沁沁眼见众人目光在我身上停留 用力咬了咬下唇 忍不住啜泣几声 开口将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师尊 都是沁沁不好 为了一株小小的御灵芝 与大师姐闹成今日这个局面 沁沁愿意承受一切责罚 只求咱们宗门能够和和睦睦 再无嫌弃 说完 还装模作样的跪下磕了个头 然后捂着鲜血渗出的胳膊直哼哼 一番话 成功让几个男人红了眼眶 又是许清竹这只马前卒 第一个跳出来指着我骂道 叶青青 亏你还是大师姐呢 一点大体都不识 还不如入门三年的小师妹 有大局观 我诧异的看看 这只脑子短路的人类 要御灵芝的是她 弄巧成拙的也是她 最后背锅的 却是我这个天选炮灰 师尊也冷冷开口 叶青青 不过是一株御灵芝而已 为师命令你拿出来赠予亲亲 我双手一摊 师尊 那灵芝在带回来的路上 不小心被妖兽给叼走了 请恕徒拿不出灵芝 不可能 许清竹大声叫了起来 明明是你不舍得给 还说什么被妖兽给叼走了 既然许师弟觉得 玉灵芝这么容易能拿到手 不妨亲自去采摘一颗赠予小师妹 如何 许清竹面色一白 玉灵芝生在苦寒之地 妖兽无数 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骑虎难下 她只得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保证 要亲自给小师妹采摘一株玉灵芝回来 苏庆庆这才破题为笑 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师尊又开口 为心爱的小师妹出气 叶清清 你身为师姐不懂得照顾同门 好好去双寒崖面壁思过吧 我罕见的没有反对 欣喜应下 转身便离开 苏庆庆自告奋勇的 送我出了戒律堂 附在我耳边小声炫耀 大师姐 这宗门 所有人眼中只能看得到我 你再怎么也都不过我 永远不会有人站在你的身边 我直言不会 不过是一群废物 我为何要让他们站在我的身后 吃饱了称得是母心泛滥吗 若是求生十年 我深知一个道理 废物就该早点赶 而不是活着拖累大家后腿 双寒牙常念一片冰霜 修为不济的人 短短片刻就会浑身冻僵 我懒洋洋的开启了防护罩 将温度设定在了恒温25度 系统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宿主 您终于老老实实走炮回剧情了 这就对了 这些星际武器 不一定对付得了高阶修士 咱们安安闻闻苟到大结局 等待所有人幡然悔悟后 任务就完成了 我冲耳不闻 马里的掏出扫描仪 迅速定位到了许清竹所在的位置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他遇见跑得飞快 转眼之间变到了苦寒之地 内里看守的妖兽无数 许清竹硬着头皮闯进了灵兽的阵地 与众多野兽厮杀在一起 修为并不怎么惊身的 他好几次差点命丧妖兽之口 幸亏储物界中带的法器多 才堪堪捡回一条小命 然后带着御灵芝仓皇回宗门 投影一上 浑身是血的许清竹 正志得意满地往回感 系统陡然间涌起不祥预感 宿主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既然在这个位面 爱情可以蒙蔽人的双眼 那想必许清竹修为被废 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我倒是想看看 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团宠小师妹重要 还是一身修为问鼎鲜路重要 双寒崖上的结界 对星际武器毫无用处 我的机甲可以分裂成原子大小 轻而易举地钻过结界 重新组合 我远程操纵着机甲 在半空中急迟而过 在距离许清竹几丈远后 骤然化为一道灵光 狠狠迹向他的胸口 许清竹毫无防备 惨叫一声后 自半空中跌落 昏迷在了一处人际罕至的山林间 机甲这才凝聚出机械手 将他全身细细摸了个遍 连重点部位都摸了好几次 系统捂着眼睛 倾倒出一堆黄色废料 宿主 你要干什么 抢劫你看不到吗 生怕遗漏什么 我果断让机甲开启激光扫描 透视图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他胸口藏着的玉灵芝 身上剩余的法器灵物都被一扫空 就连兜里仅剩的两块下品零食也没放过 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抢劫完毕后 机甲机械手狠辣地捣毁了 许清竹的筋脉和气海丹田 至此 除非我拿出营养仓 与玉灵芝双管齐下 否则许清竹在修真界 这辈子都是个废人了 干完这一切 我才悠悠回神 接过机甲带回来的玉灵芝 炼化服下 一日内连续服用了两枚灵芝 让我的修为大长 几乎可以与大师兄一战 此刻 我只是后悔 应该多几几个人一起去取玉灵芝的 这样说不定我能多抢几个 抢劫比自己去采摘来得快多了 自从我的修为被回以后 许清竹曾不止一次地跳出来高呼 不就是零根被废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何必出此逼人 连柯玉灵芝都不舍得拿出来 丝毫不提 当日我引开灵兽就他一命的事 现在修为被废的人变成了他 我想 我这位二世帝应该也大度的狠 完全不介意自己的修炼之徒 走到了尽头 变成修真界人人可欺的废物 在来这个世界之前 我长得要么是大女主剧本 要么长得是恶毒女配剧本 想让我当炮灰踏脚时 门都没有 双寒牙禁闭的日子丰富又多彩 短短三日 我便刷完了十七部新上映的电影 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悠闲时光 直到这时 宗门才发现不对劲 因为许清竹已经三日没有回宗门了 明渊焦急地派弟子出去寻找 没有定位移和摄像头的修真界 弟子们足足找了五日 才将只剩一口气的许清竹背回了宗门 他身上的伤口早已结巴 筋脉错乱得不成样子 修为尽失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 小师妹在见到浑身是血的许清竹时 第一反应便是尖叫一声 被吓得跌入大师兄的怀抱 而许清竹再次日才悠悠转醒 筋脉传来的疼痛如刀割一般 丹田一片枯萎 他瞬间明白了自己的遭遇 他疯狂地大吼大闹 几个师弟都拦不住他 硬着头皮上前哄人的苏庆庆僵硬道 二师兄 师尊他一定能修复好你的筋脉 你别难过 话里避重就轻地省略了灵根的修复 许清竹癫狂地摇头 用无力的手捏着苏庆庆的尖头 是其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小师妹 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 你不能不管我 你快去寻御灵芝来给我 我的灵根说不定还有的就 苏庆庆哪里肯去那苦寒之地冒险 在宗门 作为团宠万人迷的他 向来是要什么有什么 只需动动嘴皮子 便会有人去充当垫脚石为他卖命 他故作柔弱道 二师兄 御灵芝生长的地方危险无比 我修为低下 怎么可能娶来灵芝 就连师尊都不敢轻易前去 许清竹彻底癫狂 你凭什么不去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灵根被毁 你必须去寻御灵芝来给我 这是苏庆庆第一次被人如此吼叫 还是被一只修为备废的备胎吼 在宗门被团宠了两年的他 何时受到过这种气 一瞬间 苏庆庆也耍起了大小姐脾气 是你自己要去取育灵芝 又不是我逼你去的 你的灵根修复好又怎么样 经脉全毁 灵根修好也是个废物 在过去 苏庆庆可能还愿意 吊着许清竹这只备胎 但许清竹修为备废后 修炼之徒已经走到尽头 他自然将眼神从他身上挪开 转而投向修为更高的大师兄与师尊 许清竹整个人像是被定在了原地 他未来的艰难处境 对苏庆庆大喇喇地揭开 心中的希望和幻想瞬间破灭 你竟然嫌弃我是废物 从你入门 我处处站在你身后为你着想 眼下我修为备废 你居然嫌弃我 许清竹的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和愤怒 刚说完 我施施然迈进二师弟的厢房 苏庆庆双眼咕噜一转 立马将矛头对准我 大师姐 你还好意思来 若是你当初将玉灵芝送给我 二师兄怎么会去为我采摘灵芝 导致修为备废 筋脉寸断呢 旁边几位师弟附和称氏 唯有躺在床榻上的许清竹 丝毫没有被鼓动 歇斯底里道 苏庆庆 明明我是为了你去采摘灵芝 你还想把矛头引到大师姐身上 苏庆庆这下终于找到与许清竹翻脸的理由 双眼含泪 二师兄 你竟然不分清红皂白的冤枉我 若不是大师姐 你何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 我再也不管你了 说完 哭着跑了出去 身后一群师弟赶紧追在身后忙着哄人 逼则的相仿 只剩下我与许清竹两人 许清竹拖着一身 伤跪倒在我面前 哭着哀求 大师姐 你一定能为我寻到玉灵芝的对不对 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不对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颓废的男人 瞬间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未免 没有任何人受到书本的意识束缚 他们都有正常的思维 先前认为我恶毒 不过是牺牲我来在小师妹面前邀功而已 我这块踏脚石 越用越顺手 至于我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恶毒 又有什么关系呢 等到真落了难 连许清竹都知道能帮他的只有我 不惜跪倒在我面前哀求 所谓团宠 就是一群人资源充足 每日吃饱了 撑得为自己找个乐子做 一旦平衡打破灾难降临 什么团宠 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人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 系统在我石海里欢呼雀跃 宿主 现在是个好机会 你的储物界里还有许多玉灵芝 拿一竹出来做个好人 等到大结局 许清竹一定会后悔过去对你的所作所为 我的储物界里 躺着几十钟玉灵芝 是机甲削平了苦寒之地的半个山头 在用机械手帮忙采摘回来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转向二师弟 师姐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许清竹脸上浮现出巨大渴望 我伸手抛出一堆玉灵芝 以及一件件的零食法器 甚至还拿出了几滴营养液 倒在了手背上 本是带着一道猙獰剑伤的手背 伤口肉眼可见的开始愈合 心悸世界的药 至少超越修真界五千年 许清竹眼睛都看呆了 惊喜迅速笼罩她的脸庞 多谢师姐赐药 来日师姐不管有什么吩咐 师弟定肝脑徒弟在所不惜 话音刚落 我从储物界角落里摸出几枚铜板 递给许清竹 然后当着她的面 将灵芝法器又装回储物界 谁告诉你我要赐药 赏你几个铜板就算是可怜你了 师尊有令 你的修为经脉皆已被废 早日收拾收拾 滚去外门当洒扫弟子吧 系统在世海疯狂呐喊 宿主 您就可怜可怜我 做做任务吧 我这不是一直在做任务吗 只要武器够多 狗刀大结局完全不是问题 至于你要的这群人的悔恨 我就问你 他现在悔不悔恨 恨不恨 系统彻底晕倒 乱世先杀圣母 这是我在上一个末世未面 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所以我绝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圣母 许清竹肉眼可见地变得惊恐 他使劲拽着我的一脚 痛苦哀求 大师姐 求求你 你有这么多灵芝 我只要一颗 一颗就好 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还有你的神药 一定能治疗我受损的筋脉 砰 黑漆漆的枪口 冲着许清竹的手开了一枪 距离这么近 她的右手出现巨大血窟窿 骨头断裂 能清楚地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 她捂着伤口 在地上疼痛翻滚 我吹了吹栗子枪口 放回仓库 不就是零根被废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师弟心里只有小师妹一人 想必小师妹定会为师弟寻到灵芝 师姐我就不操 这份闲心了 成为废人的许清竹 这辈子都无法翻身 许家将彻底放弃 他这个不忠用的儿子 转而去培养别的数字 而他 也从内门弟子 变成外门洒扫弟子 这么大的身份落差 足以让他的余生 都活在悔恨里 我迈着轻快步子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身后 明渊悄无声息地出现 深更半夜 孤男寡女 我迅速后退一步 与他拉开距离 明渊嘴唇如动 问了句 清清 我从仓库选了一枚 小型粒子电棍 捏在手中 我当然要躲着你 你这种金丹废物 阴魂不散 万一缠上我怎么办 漆黑的叶 压不住明渊脸上的墨色 他冷笑一声 叶清清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心思 你以为这样 就能引起我的注意 在宗门 每个人不是 是我为天之骄子 等待着我日后光耀门眉 被我这个助记焊着打 宗门还指望 你光耀门眉 宗门已经没落到 如此地步了吗 早知道这样 论修为 我确实打不过他 但是论武器 今日就算是十个明渊 我也能打到 他跪下喊爸爸 明渊似乎想抱那一招之仇 渐渐灵力冲着我面门洗来 我果断开启了防护罩 然后在他的剑冲 我次来的一瞬间 将电棍通电 剑是铁 天然的导电材料 明渊还未来得及反应发生什么 整个人就被贯穿 三魂气魄的电流电机的痛苦哀嚎 若不是他乃金丹修是有修为护体 这么高强度的电压 早就把他垫得外焦里嫩 明日便可走下葬出 并吃洗一条龙流程 大师兄 一声交呼响起 闻讯赶来的苏沁沁扑了上去 脚柔造作故作惊呼道 大师姐 您怎么能对大师兄下手呢 我慢条思理的擦了擦粒子电棍 然后爱惜的放回仓库 我这是与废物切磋 让咱们大师兄知道 自己在宗门究竟有多不忠用 明渊接连被我下了面子 再也忍耐不住 一声道 叶青青 我好心来提醒你明日去幻境试炼 想让你跟随我们一起 以防妖兽突然袭击 谁知你竟然这么不领情 既然如此 明日你不要与我们一同去秘境了 说完 他脸上又浮现出惯用的轻蔑 赌丁般等着我 苦苦哀求他明日带我一起去 苏沁沁大喜国望 伴扶着大师兄为难道 大师兄 这不太好吧 师姐才刚刚筑基六层 一个人去秘境很危险的 哼 他心气傲得很 哪里需要与我们这些同门师兄弟一起去 苏沁沁接着为难地说道 大师姐 我知道你嫉妒我受到同门的宠爱 可你不能一气用事 一个人设险啊 我已经接连两次 将金丹七的大师兄踩在脚下 可他们仍然认为 我是个不中用的筑基修士 难道我也是这本团宠文推的一环 不踩我这个炮灰 团宠剧情就无法进行 明渊安抚下苏沁沁 温柔的眼神从他脸上掠过 温和道 沁沁 不要与他废话了 我已经与他退婚 没有了明家在背后支撑 他很快就知道 一个筑基修为在修真界 究竟有多寸不难行 这句话给我提了个醒 我脚步顿了顿 若有所思的回了自己小院 如果筑基修为在修真界寸不难行 那如果我的师兄弟们 都成了无法修炼的废物 岂不是更加生存艰难 秘境试炼三年才开启一次 那里机缘无数 危险亦无数 打扮的人母狗样的名渊 仍高昂着脑袋 等着看我哀求他能一同去 直到我头也不回的迈进秘境 他才黑了脸 带着一群师弟与苏庆庆紧跟齐后 秘境里的法器灵物大多是迈地下 肉眼根本无法分辨 我从仓库掏出扫描探测仪 短短片刻 一份完整的透视图便在眼前呈现 不管是什么法器灵物 皆在图上标注的清清楚楚 做完这一切后 我刚想准备前往上古灵剑所在的地方 身后 明渊那巨傲的声音传来 叶青青 你还当你多有骨气呢 这才刚刚进来不过两刻钟 就眼巴巴地追上来了 我回头一看 只见明渊带着同门师弟们 以及叽叽喳喳的苏庆庆正往这边赶来 不愧是团宠小师妹 大家个个争先恐后献殷勤 明明我在前 却恬不知耻地说我为了他而来 大师兄 咱们的小师弟就是要修 没事向他讨要一副汤药 治治你的医症吧 不要看到一位女子就觉得对方喜欢你 这么自恋 不是什么好事 在众人未曾察觉的地方 我手中的悄悄松开一枚小小瓦斯 这枚比真恐大不了多少的弹药 静止朝着不远处的妖兽飞去 明渊的面子实在挂不住 出言讽刺 明完不灵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苏庆庆充分发挥团宠小师妹人设 上前温柔乖巧劝和道 大师姐 大家也只是关心你而已 你怎么总是不领情呢 我这里有一颗小师弟 特意炼制送给我的弹药 强身健体 现在就把它赠给师姐了 她的话语落毙 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递到我的手中 明渊冷笑一声 嘲讽道 这么好的丹药 给她吃真是浪费 我眉头微皱 接过盒子 打开一看 只见里面 扛了一枚珠黑色的丹药 散发着修真界 常见的玲珑仙草的清香 然而 与此同时 我耳中的警报仪 却发出了刺耳的嘀嘀声 那只有我能听见的机械声音 在耳边重复着 警报 检测到眼前物品 三氧化二身超标 三氧化二身 在本位面俗称霜 稍有不慎便会中毒 轻则恶心呕吐 重则性命堪忧 一旁的小师弟满脸 愤慨地看着我 不满地嘟囔 小师妹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炼制的丹药 你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她那种人 也配用这么好的东西 苏庆庆本玉借机表现一番 已吊住这只要修备胎 却突然听到 远处传来妖兽的嘶吼声 声音越来越近 越来越急促 明渊瞬间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变得严肃起来 目光远眺 很快 她的瞳孔骤然一缩 大声吼道 是高阶妖兽 快逃 修士的速度 哪里比得上妖兽 不过转眼之间 暴怒的妖兽 便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苏庆庆下的花龙失色 躲在人群后面 惊慌失措地喊道 大师兄 怎么办 这妖兽好厉害 明渊冷静地指挥道 轻轻 你去引开妖兽 我先带师弟们离开 我惊恶地望着他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怒火 这人究竟有多大的脸面 还是我的脸上刻着炮灰两个字 让他随时随地 都把我当作可以牺牲的踏脚石 我冷冷地反问道 大师兄这么心疼同门 怎么不自己上前引开妖兽呢 明渊被我拆穿了小心思 脸色一红 却还在找借口 师弟们修为低下 需要我来保护 轻轻你引妖兽比较有经验 我嗤之以鼻 讽刺道 好人全让大师兄给当了 不如大师兄去引妖兽 我来保护师弟们离开吧 明渊没想到 我会如此不给他面子 眼见妖兽步步逼近 苏沁沁却突然惊喜地叫道 我有灵鹤 可以带大家离开 灵鹤是师尊赠予苏沁沁的灵物 能够在人飞翔至半空中 明渊闻言 顿时松了口气 灵鹤身形变大 脸色苍白的师弟们 迅速爬到灵鹤的后背上 苏沁沁看着宽阔的赫身 故作为难地说道 哎呀 没有位子了 还剩大师姐没有上来 这可怎么是好呢 明渊冷笑一声 看着我 似乎在等我出声求她 我摆了摆手 不屑地说道 这么寒酸的灵物 待会八成要坠毁 求着我做我都不做 我仓库里的机甲 一分钟可飞行数千里 比区区一只肉胎的灵鹤强百倍 明渊的脾气也硬了起来 很好 既然你们大师姐看不上 那咱们就不多操心了 沁沁 咱们走 灵鹤缓缓升空 朝着不远处慢慢飞去 妖兽见猎物飞走 狂吼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 冲着我撕咬而来 然而 在距离我半丈远的地方 却被一道激光屏障 狠狠反弹回去 我掏出一个小小的声纳仪 一段凡然耳朵 无法听到的音频 传进了妖兽的耳朵 她缓缓停止了攻击 双膝下跪 摆出了沉浮的姿态 心机未面的声纳 可以模拟所有兽类的语言 方才我给她听的是妖王的声音 兽类都会臣服于妖王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灵鹤已经飞远 在我的视线中 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黑点 许是承载了太多人的缘故 本是身姿轻盈的灵鹤 此刻却使劲扑扑着翅膀 像挤了一只笨重的大鹅 我从仓库里拖出长炮架好 对准了天上摇摇欲坠的灵鹤 系统在石海里抖成一团 大喊道 宿主 您这是要干什么 我微微一笑 开启了自动巡航路线 下一刻 一枚炮弹急速射出 自然是把那群废物从天上轰了下来 我要那群废物知道 修真界的灵力修为 在高等位面地科技面前 不过是垃圾把了 轰隆一声巨响 震撤天际 半空中 那突如其来的爆炸仿佛撕裂了宁静 让人心跳瞬间加速 血液沸腾 我静静地站在一处不起眼的山头 通过手中的投影仪 冷漠地观望着那场 由我所引发的灾难直播 都是你们这群废物 带着你们这灵鹤才飞不快 你们赶紧下去 然而大难临头 谁又愿意成为那第一个牺牲品呢 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师弟们 此刻紧紧地抓着灵鹤的羽毛 生怕一个不慎便摔落下去 那只曾经高傲的灵鹤 此刻却在众人的恐慌与绝望中 被拔的毛雨凌落 而我 只是静静地站在远处 看着那炮弹带着我的定位导航系统 准确无误地落在灵鹤的脑门上 那一刻 爆炸的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却没有丝毫地波动 灵鹤在爆炸中化为碎片 那几人从半空中重重摔落 他们还没来得及查看自己的伤势 那一直潜伏在暗处的妖兽便猛然跃出 只扑苏倾气而去 他再也无法维持那平日里善解人意的模样 荒弯中抓起身旁的小师弟 试图用他作为抵挡妖兽的盾牌 然而 那妖兽的利爪却无情地撕扯开了小师弟的右臂 鲜血飞溅 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瓜子 悠闲地磕起来 身旁 液体蚊香静静地释放了烟雾 驱散着周围的蚊虫 我的机甲正忙着在树上采摘野果 为我冲击 就连一直躲在我石海中的系统 此刻也被我一巴掌扇飞出来 哆哆嗦嗦地为我地上茶水 投影仪中 厮杀还在继续 冥冤没有了本命剑 修为大打折扣 仅仅与妖兽交手几招 他的灵根便出现了被侵蚀的迹象 那与我当初灵根被毁的开始 一模一样 其他的师弟们 也都一个个身受重伤 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然而 没有人死亡 因为我在给灵兽下达命令时 特意交代过 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 等这群人变成废物活下来后 我倒要看看 他们是否还有心思 继续走那团虫小师妹的路线 妖兽似乎是在捉弄他们 将他们一个个打得半残后 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起身在仓库里翻找了一圈 然后拖出了一枚原子弹 系统被吓得魂飞魄散 在我身旁乱飞 宿主 你拿这玩意儿出来干嘛 这东西威力太大了 幻境不得被一威平地呀 我仔细查看了下 几十里外的一处标记 在那座山的下面 埋藏了一把上古神器 可惜 埋得有点深 不拿原子弹轰出来 凭借我现在的助机修为 怕是一百年都挖不穿地心 我一脚踢开系统 驾驶机甲往标记处飞去 幻境里青山绿水 一片生机勃勃 是我在丧尸未免生活 十年都没见过的美景 然而 我却凶残地掏出原子弹 在周身设置好安全屏障后 将小小的弹头 丢到了上古神器所在的山头 铺天盖地的爆炸声响起 四周一片高温灼浪 哪怕是布置了十几层屏障 我都能感受到 那震破心脏的余波 半个幻境被原子弹轰得倒塌 爆炸地点更是被轰得 连一根毛都不剩 只光秃秃地留下了一把上古神器 不愧是神器 居然毫发无损 机甲的机械手将神器取来丢给我 许是原子弹的威力太过骇人 神器一点都没有嫌弃我的筑机修为 轻而易举地完成认主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幻境 幻境外 我的同门师兄弟们的情况并不算好 冥冤的灵根已经变成了黑色 其他师弟们也是惨得惨 毁得毁 正躺在地上不断哀号 最凄惨的还是小师弟 生生没了右臂 别说继续修炼 就连留在宗门砍柴挑水都不可能了 师尊看到这一幕 心中无比震惊和愤怒 他没想到 他的徒儿们只是进了幻境一遭 出来后居然成了这副样子 风里几乎后继无人 这样他如何能接受 于是他将怒火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叶青青 你身为大师姐 是怎么照顾师弟们的 为什么大家都伤得如此重 我居高临下 淡淡地瞥了一眼 名冤莫不作声 苏沁沁被吓得躲在众人最后 一句话也不敢说 没办法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保护小师妹 结果落得这副凄惨模样 不过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想必师弟们也是心甘情愿 对吧 小师弟捂着断臂 哭得梨花带雨 不是的 是小师妹拉我过去抵挡妖兽 我才变成这样 师尊 求求您给我做主啊 弟子以后还想继续当妖羞 我幽然的颗粒没瓜子 我本来能逃的 可是小师妹将我推倒 把我送到妖兽口中 我的灵根全毁了 师尊快救救我 这是三师弟的哭诉 我吐出瓜子皮 心想 说好的团宠呢 众人似乎都不按套路出牌 师尊的脸色阴晴不定 那只小师妹的最大舔狗 此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自然不会将过错归咎于小师妹 还在继续她的团宠剧情 转了一圈 师尊的怒火最终还是对准了我 叶青青 你的师弟们都成了这样 为什么你没事 这句质问 仿佛我活着 成了最大的过错 我从容不迫地掏出上古神器 在一片艳羡的赞叹声中 轻轻抚摸着冰凉的剑身 徒儿忙着找神器去了 哪里有空搭理这群废物 师尊的双眼被神器所吸引 脸上的贪婪一览无余 完全忘记了自己徒弟的死活 身为一种掌门 只要他愿意 每年都可以收无数弟子 留在风里修炼 这群废物不行了 那就再换一批 废物年年有 可是上古神器却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宝贝 轻轻 所有人脸上的眼线变成了惊恐 大家看我的眼神 更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毕竟元音七的师尊若想杀我 只需一招便足够了 师尊已经动了杀心 杀人夺宝这种事 在修真界更是屡见不鲜 他凝聚灵力向我刺来 嘴里高声喝道 逆徒 竟敢忤逆为师的话 你若是不交出灵剑 今日为师便清理门户 元音后期修为的修饰威压 比金丹七不知要高多少 当铺天盖地的灵力向我袭来时 为何元音修为竞伤不到我分好 也是 星际未免的防护罩是隐形的 肉眼根本看不见 在所有人眼中 就好像我不用还手 便可以轻松抵抗元音修士的灵力攻击 我双手抱毙 冷冷地说道 师尊 本门规矩 如果弟子打赢了师尊 那便取而代之 不知这条门规还做不做数 无数双惊恐的眼睛紧盯着我 让师尊被架在高处下不来台 然而 骨子里 他仍没有将我这个筑机修饰放在眼里 叶青青 你一个筑机 还妄图挑战元音修士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接日为师 就将你逐出师门 送你这个逆途早日去投胎 他双眼血红 凝聚全身灵力 准备爆发惊天一击 铺天盖地的灵力将我裹挟 像极了幻境中原子弹爆炸时的余波震荡 然而 他的修为 比起原子弹来差远了 修士最大的制约 就是出大招 极其耗费灵力 区区几招就可能将身体里的灵力一掏而空 而补充浩瀚灵力 则需要灵根缓缓吸收 慢的黄花菜都要凉了 十二层防护罩 这次被击穿了六层 我掌心出现粒子手枪 在出仓库的一瞬间 将枪的外形转变成大家所能接受的剑 然后 我高举粒子剑 引出了天雷 在本位面 这是化神修士才能做到的 我悄悄扫了眼半空中隐形的雷电仪 这种流水线量产的玩意儿 在星际卫面九块九包邮到家 还额外赠送一块搓枣金 五张自拍十个字评论 还能在返现三块钱 雷电仪不负所望 超高压电流从半空之中引出 雷电交加中 经过粒子剑全部劈到师尊身上 轰隆 大地在阵战 师尊这只原音小洛基被劈飞数百丈远 灵根被毁成一堆焦炭 然后狠狠摔到地上 吐出大口鲜血 众位人的眼神更加惊悚 只除了我的大师兄 这只废物金丹的眼底 满是羡慕和渴望 我看到了他对强者的爱慕 我冲着他翻了白眼 鸣冤在我心底 从来都是个废物 在星际未免 十几岁的孩子都能驾驶机甲 深入虫族厮杀 但在宗门 三十岁快步入中年危机的 他刚刚修出金丹 去大宗门砍柴都不够看 妥妥的废柴 我戳了戳十海里的系统 想不想看团宠剧本 系统抖成一团 大佬怎么看啊 我悠哉地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株玉佛芝 如果说玉灵芝能修复灵根 那么效用更好的玉佛芝 便能让被毁掉的灵根 起死回生 在一群疯狂可求的眼神中晃了晃 我故作难为情地说道 巧了 我刚在幻境里 采到一株玉佛芝 只是可惜 就这么一株 到底该给谁呢 团宠剧情彻底崩裂 此刻 哪怕小师妹身上带着十个迷人光环 也阻止不了我的同能疯狂抢夺 弱弱强势的修真戒 每个人都将修为 视为自己的命根子 没有修为 往后余生就是被踩在脚底下的一只蝼蚁 要遭受各种屈辱与不公平待遇 甚至还要成为高阶修士厮杀的一只陪葬鬼 明渊率先反应过来 挣扎着爬上前出生 清清 咱们自小就定下了婚约 我是你未来的夫君 这玉佛芝自然是给我用 胡说 清清 为师寒心如苦十几年将你养大 这玉佛芝但是师尊享用 再说 我自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一修 没有了灵根 我还怎么活 有那么一瞬间 我以为拿团宠剧本的人是我 小师妹此刻被挤到了角落 没有一个人舍得说一句 将玉佛芝让给小师妹之类的话 我将手中的玉佛芝轻轻一抛 一群人蜂拥而上疯狂争抢 最终 还是年纪最大的师尊赢得上风 迅速将玉佛芝吞下 待灵草入腹 我才想起什么 突然惊恐道 糟了 小师妹在幻境中送我的灵药 被我融在玉佛芝里了 话音刚落 师尊已经受到双毒物的侵蚀 挖得吐出大口鲜血 我装作不解的模样 好奇到 这是怎么了 师尊好歹是原因修饰 再怎么样 也不会被一点点双毒致死 只是玉佛芝受到侵染 已然失去效用 灵根恢复无望 师尊一怒之下 竟然一掌劈向一旁瑟瑟发抖的苏沁沁 团宠小师妹像断了线的风筝般飞出去 只剩下大口粗传 奄奄一息的粪 师尊一点爱怜的意思都没有 又扑过来抱着我的腿求道 轻轻 为师的灵根快不行了 求你再给为师一株玉佛芝吧 我无视他的哀求 而是疑惑的抬魔望向宗门上空 只见半空中飘着丝丝缕缕的魔气 且越来越浓郁 在我仓库的所有星级武器里 并没有释放魔气的武器 系统在石海里疯狂大喊 宿主 是本位面对魔尊来了 他的修为 可抵得上大成修士 我们一着眼 瞧向不远处那一团移动的身形 只见魔界魔尊从天而降 眼里流露出轻蔑 我感知到玉顶门内 似乎有一股强烈的波动 难道是某种神器即将问世 这个想法让我恍然大悟 在幻境之中 我曾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那巨大的威力 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魔尊大人 都能够感受到 在修真界 唯有顶级的神器问世 才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动静 魔尊似乎对这群人极为不屑 尤其是当他看向下的 瑟瑟发抖的师尊时 脸上的轻蔑之意更是明显 这样一个渺小的宗门 在他看来 挥手之间便可灰飞烟灭 然而 魔尊并未多言 他伸手召唤魔器 意图涂灭整个宗门 我迅速从仓库中 取出所有的激光屏障 八十层隐形的屏障 环绕着我 然而魔尊大人 却轻而易举地击穿了78层 仅剩下两层屏障 也已布满裂痕 摇摇欲坠 这便是修真与科技的终极对决 我全神贯注 取出激光枪 趁着魔尊诧异之际 对准他的脑门 扣动了扳机 然而 不出所料 激光射线 根本无法接近魔尊大人的身体 他身旁的天罡之气 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 抵挡住了所有的攻击 一个助记修士 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修为 魔尊终于收敛了脸上的傲慢 他决定 尽快将我击杀 他周身的魔气愈发浓郁 一些胆小的宗门弟子 已经被吓得哭出声来 覆巢之下无完卵 我深知 今日若是不敌 宗门上下将无一幸免 仓库里的武器 还有半天的时间才能准备好 我立即将意识控制器 连接到自己的精神体上 操纵所有的粒子炸弹 和那米小型机器 不顾一切的 往魔尊身上的天罡之气撞去 魔与修士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都是依靠体内的气来进行攻击 一旦魔气耗尽 它们就会变得如同普通人 一般无力 在铺天盖地的武器攻击下 魔气被迅速消耗 而我的粒子武器 即便被粉碎成粉 也能在太阳的光能下 再次凝聚成形 继续向天罡之气发起冲击 无穷无尽 连绵不绝 犹如蟑螂般反多 浩渺如烟海般广阔 魔尊体内的魔气消耗了大半天 他终于忍不住仰天长笑一声 企图凝聚剩余的魔气 给我致命一击 就是现在 我行动的时机到了 当魔气距离我还有几张远时 我的身形在原地骤然消失不见 隐身一带着我早已飞出几十里之外 随后 我迅速出现在魔尊身后 十颗原子弹被机甲带到魔尊身边 并同时引爆 八十道屏障 稳稳当当地隔开了 足以气化一切的热浪 魔尊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看到这一幕 我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 在所有人无比艳羡的目光中 我无奈地往仓库一看 武器已经所剩无几 同时 十海里的系统也在拼命大喊 宿主不好了 咱们在修真界 大量使用星际卫面的武器 天道极其不满 要求您迅速脱离这个世界 我原地开裂 怒吼道 我可不可以打死天道 系统回答 不可以 他能没收您所有的武器 何况您在这个卫面原本的结局 就是魔尊在与高手对决之时 不小心将您一并杀死 您与魔尊交锋 提前触发了原定剧情 我冷静地回应 好 我这人十分实实误 马上赴死 系统显然不相信 我会这么轻易地就愿意走剧情 他问道 宿主您真老老实实走剧情 我答道 愿意 不过 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 在我小声的交代后 系统虽然不情不愿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随后将视线投向那群 仍在色缩的众人 明渊这棵墙头草最先反应过来 他激动地大喊 清清 你的修为难道已经突破 大成了吗 竟然能够斩杀摩尊 我这就回明家告诉父亲 咱们挑个吉日成亲吧 苏沁沁捂着伤口 愤怒地反驳 大师兄 你昨日明明说要娶我 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 明渊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吃笑道 你入门两年 连颗金丹都修不出来 我能看得上你 我轻轻哼了一声 心中暗响 就好像我能看得上明渊似的 时间紧迫 天道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必须尽快脱离修真界 前往星际世界做任务 我抬头望向虚空之中 那里 系统生成的智能 AI模拟影像 仿佛天道的降临 我微微一笑 悄悄将粒子灯缠绕在衣衫下 接通电源的那一瞬间 全身泛起淡淡荧光 周围的吵闹声瞬间消失 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我 隐身飞行器带着我慢慢往半空中飞去 这一幕 像极了修饰杜结飞升成神 羽化灯仙的情景 但修真界 早已万年没有飞升的修饰了 一字一顿地回道 弟子愿意 御顶门弟子们纷纷跪倒 不知谁激动地喊了一声 是天道的声音 夜师姐被天道选中 要飞升成神了 所有人激进疯狂 数万年修士们 梦寐以求的飞升就在眼前 天道的声音继续响起 你若有师尊 可与你一同飞升前往神界 我的师尊突然神色癫狂 喜悦之情溢于眼表 他跪着爬上前疯狂磕头 弟子是夜青青的师尊 弟子是我出生打断他 弟子之前已被逐出师门 已经没有了师尊 天道的声音再次响起 若有夫君 也可随你一同飞升 我淡淡地回应 弟子已被人退昏 如今截然一身 既然已被逐出师门 何来同门之说 天道那苍老的声音 似乎带着些许思索 既然如此 那你便一人飞升成神吧 好 我简洁地回应 隐形飞行器继续将我拖得更高 在所有人眼中 我正如缓缓往神界飞去 即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 明渊已经彻底崩溃 他顾不得伤口崩裂 疯狂地大喊 清清 我是你夫君啊 我们的会约还算数 清清 你带我飞升吧 距离太远 我几乎听不到他具体喊了什么 只觉得吵闹 在确定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 系统带我迅速脱离了修真界 在修一日后 我们打算继续前往星际未面做任务 透过影像仪 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离开后 玉顶门上上下下乱成一团 明渊修为一会 在明家得知他退婚的未婚妻 竟然22岁便飞升后 立刻将人给赶出了明家 生怕与他沾染上点关系 他一直瞧不上的树地 接替了明家下一任家主之位 昔日骄傲的大师兄 成为修真界彻头彻尾的疯子 逢人便精神错乱地大喊 我夫人飞升成神了 你们谁都比不过我 谁也比不过 我夫人迟早有一天会来接我去神界 而我的师尊没了修为 已经无法胜任掌门之位 当初他自己制定的苛刻门规 终于作用到了自己身上 一代掌门 沦落成了外门的洒扫弟子 他的精神比明娟好不了多少 每次受到旁人欺辱时 都崩溃大喊 本尊驼已经飞升了 若是他回来 一定不会倾劳你们 而我的其他师弟们 有的被逐出师门自生自灭 有的被分到外门 负责砍柴培育灵职 至于那万人民小师妹 一群废物 哪里有精力去团宠他呢 穷疯了的他们 残忍地将小师妹身上 之前的灵气法宝搜刮一空 甚至一块灵石都不放过 已经无法修炼的小师妹 被所有人抛弃 师尊甚至还打算 将他练成炉顶增进修为 只是因为灵根被损才作罢 外人迷光环退去 小师妹成了修真界的 一块不起眼的踏脚石 高高在上的修士们 开始拿他取乐 纷纷指责他恶毒 若不是他 玉顶门说不定能跟随 大师姐一起举门飞升 我将注意力 又转移到自己驾驶的机甲上 眼前是方千小世界中的星际未免 小小机甲速度飞快 正穿梭在无尽宇宙中 散落在身边的星球 像极了一粒粒尘埃 明日 是我率领蓝星与虫族对决的日子 石海里 系统还在喋喋不休的 跟我讲修真界发生了一切稀罕事 但我没有兴趣知道后续 我有很多事要做 也有很多责任需要承担 修真界的一切 将永远消散在记忆中 再与我无关